大家好,我是小熊都啦,十万个为什么,开始啦! 为什么一星期有七天? 公元前六千到四千年,在底格里斯河与又发拉底河域的美索布达米亚平原上,生活着一群苏美尔人。 他们通过对月亮圆缺的观察,发现由半圆月至满月,时间是七天,由圆月至半圆月,时间又是七天,由半圆月至月消失,时间是七天,由月消失至半圆月,又是七天。 可见,七天是月亮盈亏的周期,于是他们把一个月分为四周,七天定为一周期,并分别用太阳神,星期日,月亮神,星期一,火星神,星期二,水星神,星期三,木星神,星期四,金星神,星期五,土星神,星期六, 七位星神为这七天命名,这就是星期名称的最早来历,他们还建立了神塔,对这七位星神进行礼拜,认为这七位星神轮流直勤,各主管一天,苏美尔以后,星期制被古巴比伦人继承,古犹太人受到两河流域文明影响,也接受了星期制, 后来,星期的概念,随犹太宗教衍生出来的基督教传播到欧洲,星期一,星期二,在口语也以礼拜一,礼拜二方式称呼,星期日则称为礼拜天,一个星期又称为一个礼拜。 顺便一提,在不同地区,一星期的开始时间并不完全一致。 多数欧洲国家都以星期一作为一星期的第一天,中国也习惯把星期一作为一星期的开始,日本则是从星期日开始,埃及是从星期六开始,但国际标准已将星期一定为一星期的第一天。